人员有9位主要是由慈濟美国总会的副执行长曾慈慧来主持论坛 题目是与地球共生息 他分享了在天灾越来越频繁的现在 应该要如何协助各国的民众缓解气候变迁带来的伤害 另外在慈濟的摊位上志工也推广了大爱感恩科技的环保制品 希望大家改变消费的方式减少碳足迹 把握暑假的尾声慈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哥伦布联络处 举办了儿童暑期两日的经济营队 特别的是营队的客户规划跟支援